欢迎收看习母360 带您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李月琪 台湾前邦交国索罗门群岛被爆料 政府正在与中国秘密协商安全合作 这就引起美国和澳洲的非常大的关切 就担心中国会在这里建设军港 而索罗门总理也回应了 他说并没有要选边站 不过一旦中国把军事势力拓展到南太平洋 试图突破的是美国防线 将会对印太地区造成军事冲击 再来看到索罗门其实不久前才刚爆发繁中抗争 就又传出要与中国合作 这样的说法是脱稿演出还是有其他的外交意图 来看专家观点 索罗门总理苏加瓦瑞今天证实 正在与中国协商安全合作协议 但拒绝透露细节 一份索罗门官方外泄文件指称 双方达成协议后 中国将派出军警和武装部队进驻 协助维持社会秩序 也将派出船舰到索罗门靠港访问以及补给 学者认为这事必会对印太区域稳定产生冲击 索罗门它跟早前跟台湾断交的吉里巴士一样都是第二岛链重要的战略位置 其实是中国一连串的布局 第二个它就是所谓的第二岛链跟第三岛链之间 一个很重要的交通枢纽 原因在于说东西是连结美国跟澳洲的这种海上交通线 所罗门来讲它向北就是会威胁到关岛 那以吉里巴士来讲向东会威胁到那个夏威夷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所罗门瓜达康纳尔战役 那在吉里巴士的话 也爆发一个每日之间很代表性的战役 就是塔拉瓦战役 消息一出 独立克引起澳洲纽西兰以及美国关切 担忧中国可能在所罗门建设军港 纽西兰总理阿尔登就表示 这代表中国解放军可能常驻所罗门 周边区域将会被军事化 所罗门是南太平洋第三大岛国 距离澳洲东北方约2000公里 外界担忧这无疑是在南太平洋 打开了一道大门 让中国冲破第一岛链 雄三飞弹前总工程师张成指出 对于美英澳同盟而言 这简直是破了美国的血门 我觉得这对北京来讲是非常不治的 因为它这个所谓冲破第一岛链 它并没有那个足够的韧性 在目前其实中国海军 的确是已经有所进步 但是我们目前还是界定 它是一个绿水海军 Green Water Navy 那在今年它第三艘航舰 是一个正规的航舰 它下水之后可能五年后 会变成让解放军变成有 Blue Water Navy原洋海军的实力 所以它现在超前部署 那当然对解放军的兵力投射 不管是海军或空军来讲 会有实质的帮助 为什么说中共它这样做不是 在于说因为中共它的军力 现在是被界定为是一种 扩张性侵略性的 只会加速 就是AUKUS 就包括美国澳洲跟英国 在这第二岛链位置的反制 所罗门去年先起反中抗争 抗议总理苏加瓦瑞的施政方针 中国罕见派遣人员 协助训练所罗门警方提供证报装备 美国还因此计划 把驻所罗门的领事馆恢复为大使馆 提防中国影响力 如今中国与所罗门拟定安全协议 再度引起国内舆论反弹 苏加瓦瑞对此表示很受入 还反控是澳洲 拒绝协助建造海军基地在先 民主国家对于说 这些投资并不是不愿意协助 而是会有比较多的相关规范 中国提出的就是一个 相对简单的交换条件 也就是跟我建交 中国可能就会来建设这些基础设施 但是也有很多的后座力 包括在缅甸 或者是其他国家 也都有反中的示威 就是来自于这些一带一路的投资 最后被发现 变成是一个债务陷阱 这是一个影响区域安全的 重大的一个事件 所以民主国家 包括刚才讲台湾 美国 日本 也包括欧盟 还有就是G7 会形成一个新的钻石合作 也就是对于这些 岛国的一些经济建设的投资 会加大力道 就是大幅的削弱 中共影响力 并不是搭水漂 很可能是会透过ODA 就是政府的一个协助的方法 以低利贷款 来协助这些国家发展 那再由这些经济发展的 所获得的一些利益 在逐步的回馈给这些投资国 我想这样也会变成良性循环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表示 这是正常的执法安全合作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中共在南太平洋动作平平 西方民主阵线会如何反噬 将会是观察重点 以上记得洋洋入采访报导 好回过头来看到台湾在2019年跟所罗门断交 结束的是36年的邦交友谊 不过这样的做法却被认为是背叛民意 让所罗门的民众是非常不满 甚至在最大的神分还出现独立宣言 反对于中国建交 但在政府转向中国后 当地也陆续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反中抗议 包含要求要亲中的总理下台 纵火攻击中国桥门等等 都显示中国因素在当地 还是有非常大的矛盾 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其他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西部360我们下次再会 等一下先别走开 提醒你要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精彩新闻议题